财政部寄出囤房税准备要打房 但是有立委质疑 建商的豪宅吵不动 现在是不是要转而吵小套房 让年轻人连小套房都买不起 财政部长张胜和答应 未来会加强小套房 预售屋的查查工作 让这些投机客 不要去炒这些小坪树的房子 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可以 我们如果是要这样的话 我们就来加强小坪树 预售屋的查查 另外对青年要购物的 安心成家贷款来加强 立委认为台湾青年的薪资 所得根本就追不上房价 打房成效不如预期 张胜和同意 未来除了查查小套房预售屋之外 也会加强安心成家贷款 而他也澄清 查税不会只针对3000万以上的房子